歡迎大家回到我們神神秘秘的節目 今天有我和King Sir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甚麼呢 我提供一個故事 門羅的故事 我多次提及過這個人物 提這個人 門羅是一個人 是一個美國的男人 他有甚麼特別呢 原來他就是在美國那邊的出體界的教父 是 經常說一提出體就提到門羅 是 其實他在很年輕的時候 他經歷了自己的出體經驗 他那次的經驗就是 突然間發覺自己在床上 覺得很奇怪的感覺 然後他就上司伸手去摸一下床的地板 就是床底的地板 他發覺自己的手穿了地板那裏 然後他就摸到地板和下一層樓之間的甲縫 有個類似金字塔的三角形的物體 然後他很害怕馬上縮手 然後再一次的時候 他就發覺自己是整個飄棄了走出來 一般正常人你猜 正常的出體狀況是 一般正常人你猜遇到這樣的事 他會有甚麼反應 死了 覺得自己死了 類似的 他是以為自己有甚麼奇怪疾病 於是他就去看醫生 他為何會出現這些幻覺 會是一些致命的疾病 他馬上去看醫生 但醫生檢查 就說他的身體狀況完全沒有問題 於是他就唯有自己去找資料 為何會有這樣的情況 有沒有人跟他一樣 類似的 終於他就知道自己是出體經驗 那你說他是出體之父 他即是說出體經驗也很豐富 是 還有他有一個最大的貢獻 是 他就知道了出體這件事 還有他知道自己的經驗是出體經驗 他就研究了很多方面的東西 而他甚至乎成立了一個叫做 門羅科學實驗室 他成立了一個研究這件事 他就是想用甚麼方法去找出一個 即是用甚麼情況之下去找出一個方法 可以令到普通人都可以很容易地出體 他嘗試的一個方法就是升波升頻 他嘗試可否製造 但他的資料是怎樣來的 即是找人去投資給他 其實呢 其實呢 其實開頭的時候他是自己夾錢的 然後呢 每一個所謂自願實驗者 即是自願者就要付錢去上他課的 給錢 哦 給錢上課 即是 那些資材那些設備都很貴 是啊 他要配到一些叫做不同的升頻 然後呢 就令到人聽了之後呢 就可以 即是他再加上一些導引 就可以出道體 你說令到他雙腦同步 是啊 他的聲頻叫雙腦同步 其實原理就是他一定要用立體聲的耳機 和音響設備才可以做到的 就是左耳和右耳輸入不同的聲頻 然後呢 在左腦和右腦中間的位置 就會形成一種新的聲頻 是 而令到左腦和右腦同步運作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大的 出體的竅門 所謂提示 我們平時左腦和右腦的運作是很不同的 是啊 的運作方式和腦波的頻率都很不同 是啊 某一些區域 例如我們清醒的時候 我們左腦的區域會活動得頻繁一些 右腦就會比較平靜一些 是啊 原因就是我們右腦的運作方式 和左腦的運作方式是不同的 那麼很多人會分類 左腦就是語言或者比較邏輯性 是啊 思考性的東西 一般都是這樣看 右腦就是比較藝術性 或者圖像化 或者直覺性的東西 是啊 那門羅的做法就是令到左腦和右腦能夠同步運作 而這個所謂同步運作呢 我們新時代有一個術語就是自我意識和潛意識進行溝通 就是將那個冰山打開它 是的 因為我們要將我們在左腦的意識 透過一個同步運作去連接到我們的右腦意識 你想像到那個情況沒有 是的 那一開始我還想問你 為什麼他會找到雙腦同步是會和出體有關係 你現在這樣說我又明白了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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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有看過一部電影叫潛行空間 是啊 我們會知道原來一個人的夢境其實就是他自己創造的 是一個人自己創造的 但是這個創造夢境的部分就是我們的潛意識的部分 我們的自我意識是管不到的 我們的自我意識是控制不到的 而其實夢境就是代表了我們潛意識的那種思想 我經常會跟別人說我們能夠感知自己的自我意識在思想 其實另一方面我們的潛意識其實是無時無刻在思想 只不過我們不能夠有意識去感知我們潛意識的思想 而在夢裡面我們就是去經歷我們潛意識的思想 我們潛意識構造了一個叫做夢境的空間 夢的場景 甚至乎夢裡面每一個人物每一個對白每一個叫做事件 都是我們潛意識的建構來的 的創造來的 我們怎樣可以令到我們的自我意識和潛意識可以有個溝通呢 或者可以有個我們的自我意識怎樣去進入我們的潛意識去探索呢 即如果同步的話是你的夢境等於你的實際 是的 又或者我們的自我意識進入我們的潛意識裡面 進入我們的夢裡面 是的 各方法就是我們要有辦法保持到我們的自我意識去發夢 於是乎我們就能夠用我們的自我意識進入自己的潛意識去進行一個探索 或者叫做得更加好就是自我意識和潛意識可以有個交流 其實這個是很多叫做精神修行者精神修練者的目標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的潛意識是有很多叫做資料或者叫做資訊 是的 最表面來說最普通來說就是其實我們每天我們的感官在接收環境訊息 我們會用我們的自我意識去篩選 有些東西對我們有用 有些東西對我們沒有用 我們會透過我們的思想我們的信念去篩選 例如說我到處走會見到很多很多人 但是我只會留意其中某一個特別漂亮的美女 其他人是什麼樣子呢 我不會記得的 但是事實上這些感官資訊我已經接收了 是的 我的潛意識其實無論有用沒有用我都會存在 而我的自我意識就只記得某一些我有興趣或者我想記得的東西 有什麼辦法可以叫做拿回潛意識的東西出來呢 催眠是其中一種方法 是的 原來所謂雙腦同步是一種方法 因為我們的自我意識就可以直接去我們的潛意識裏 所謂叫做 這是叫做最普通的看法 我發覺有很多人除了這個視覺他選擇性聆聽 是的 選擇性看到 選擇性感覺到 是的 其實 很簡單說一件事 你跟我談談的時候 你不會感覺到你的皮膚接觸你衣物的感覺 你一路走路 東張西望或者在想事的話 你不會感到每一步路帶給你的震動 是的 但是這些感覺你潛意識是會感到 是會感到兼且存起的 如果某一日你要去做一個叫做催眠 它可以將你所有無意義的畫面全部叫出來 無意義的感覺可以叫出來 之所以有很多時候催眠可以幫助到查案 或者幫助到一些人拿回失去的記憶就是這個原因 我知道科學教 山達芝 我不知道廣東 即香港亦用甚麼名字 就是科學教 他們很流行做一件事叫停息 他們的理念就是 譬如 小時候你女朋友跟你說分手 嗯 接著他一巴掌打到你那裏 同時在那時候 電視上播出某首歌 同時那時候剛剛那個水壺 噗噗噗噗水滾 同時外面有輛救火車經過的 這些所有的感官都記憶了這件事件 下一次 當你和一個女生一起拍拖的時候 當你見過救火車經過的時候 這件事就會噴出來 你被打一巴掌 跟著跟你分手的感覺 那你就會可能 這種頭射 這種恐懼會出來 你看看我女朋友 糟了 你會不會有一天飛我 即他會這樣說 很有趣的 這個就是所謂聯想 這個就是所謂聯想 我突然想起蔡司給了一個例子 蔡司其實很多時會說 我們的心靈活動是不受時間空間限制 是啊 甚至乎聯想也是 我們很多時會想 所謂聯想就是以前有某件事 令你聯想到現在的某件事 你會將兩件事中間會放了一個關聯性 但是原來有些情況下 聯想是跟未來的事件有關 發生關聯 他給了一個例子就是 你聞到某一種香水的氣味 突然覺得心好噴很不舒服 你不知為何 你不知為何 原因就是原來 在未來的某一個日子裡面 在你某個家人的葬禮裡 你聞到這種香水的氣味 而導致你現在 聞到這種香水的氣味 你已經覺得不舒服 但是你是將這件事 和一件未發生的事聯想起來 嗯 在你心靈的某一處 你已經知道一件未發生的事 而呢 如果你能夠做到 所謂雙腦同步 你的意識和潛意識 能夠有機會結合的話 你就有機會知道這些事 這個是已經超越了一個 普通的資訊來源 我們的潛意識除了 打開了 是的 我們的潛意識除了擺了一個 叫做正常渠道的資訊來源 即是說你日常生活見到的 聽到的東西 受算你沒有留意 你都會保持它 之外 原來還有兩個部份 是一些叫做非正常的資料來源 例如什麼呢 例如集體的潛意識 我們很多時心理學家會 叫做提出一個這樣的理論 就是人類除了一個叫做自我潛意識的部分 還有一個叫做全人類的集體潛意識 是的 裡面裝了什麼呢 雖然它未必是實質存在的 但它確實是存在在某一個位置 空間 它是裝了什麼呢 就是裝了全人類歷史上的記憶 進化的記憶 或者甚至乎 日本有個人看報紙知道某單資料 其實這件事已經擺入集體潛意識到 如果我某一個情況之下 某一個機緣巧合之下 接觸到的話 我會知道它知道的東西 這件事你相信嗎 相信 很奇怪的一件事 你認識的頻道就是對你來說沒有什麼新奇 整天在做 但是有一個著名例子 在日本有些自然觀察者留意到一個現象 就是某一個地區那些猴子 它開始它會摘蜂鼠來吃 它會掘蜂鼠來吃 但是某一個地區那些猴子 開始吃蜂鼠之前 將那些蜂鼠用溫泉水去洗一下 然後才吃 逐漸其他猴子見到它這樣做就學它 結果整個地區那些猴子都這樣做 然後過了不久那些人就觀察到 在日本的另一端 那些猴子都開始這樣做 在意識到它們有溝通 對 你馬上想到這件事 對 因為其實那些人會覺得很奇怪 那些猴子沒有手提電話 那些猴子不會把這件事放上微博 那些猴子沒有一個叫做 就是一個在這一邊 另一群猴子在這一邊 另一群猴子已經隔了兩個海 在另一邊 但是它們會做同一件事 那些水導電 其實人類的歷史上很多這些情況發生 對 這個是我作為一個雙路同步的介紹 但是門羅就不止這些東西 它記錄了很多它的所謂 凱人的出體的經歷 其中一些就跟另一個層面的 叫做心靈有關 或者叫做可不可以叫做生物 其實某一段時間 門羅實驗室裡面的所謂出體的探險 是牽涉到尋找一些叫做外星的生命 是 那些人在出體狀態裡面 會跟那邊去聯繫 類似 類似 因為它們曾經試過以出體的方式 去到其他星球 希望在其他星球去找到一些叫做高智慧的生命體 是的 但是其實某一類科幻小說 或者某一類的理論科學家 曾經提過這樣的說法 就是以一個肉體去做一個叫做星際旅行 是不實際的 因為人的壽命是很有限的 但是估計最接近地球的有生命的星球 都要幾萬光年 即以光速來走 而宇宙最快速度來走 都要幾萬年 沒有一個人會有幾萬年去完成這個旅程 所以比較叫做 雖然這件事很不實際 但是這個比較實際的宇宙旅行 或者星際旅行的方式 就是以精神的方式去 如果你有辦法去 即是很有把握去做到一個 很叫做很實在很現實的精神的旅行 門羅實驗室就在做這件事 過一段時間 但是他們發覺 無論他們派了幾多人去進行一個叫做出體的星際探索 都好 他們是找不到任何生命的 除了地球之外 他們找不到其他星球有任何生命 直到他們做了一個動作 那個動作就是 他們其實每一次出體之前 都會講一段叫做誓言的 或者叫做暗示句的 內容大致是 我願意去探索 我願意去擴展 我願意去進行一個叫做意識的探知的冒險 類似這樣 某一個時期就加了一段說話 就是如果有一些在我之外 在我們之外的高智慧的意識 我願意去接觸 我願意去認識 我願意去接受他們的指導 類似這樣 當他們做完類似的改動之後 即是在每次他們的所謂誓言 或者暗示做了這樣的改動之後 他們就發現很多叫做另一個層面的生命體 來接觸他們 在出體的狀態上 是啊 有些甚麼 他們有沒有記錄過一些怎樣的生命體 其實很多時候都很抽象 其中一個案子是這樣 他們派一個人去了另一個空間 他發覺那裏是一個叫做綠色的世界 綠色的世界 很快就有一個叫做 有一個意識來接觸那個人 有一個意識來接觸那個人 但很奇怪 他們已經接受了訓練 可以一邊參與那個活動 但另一邊就口頭報告給 即現實世界的那個叫控制員聽 他已經接受了這個訓練 可以在出體狀態上又可以說話 即是類似催眠 他真的雙腦同步 是啊 真的雙腦同步 其實我覺得其實他們的實驗室 很多訓練在做這件事 他就報告他 他最初有個意識來接觸 他是見不到他的形體 只是聽在腦海裏面有個聲音跟他說話 然後他調教過之後就見到 那裏那些生命體 就是好像啫喱那樣綠色的一些物體 會移動的物體 某些情況他們會跟他們接觸 還有很多時候他們接觸到的這些形體 會講一些訊息給他們聽 空間本質的訊息 或者時間本質的訊息 或者宇宙結構的訊息給他們聽 我發覺很多時候 接觸這些所謂高層次的訊息的時候 是 他都喜歡去給一些智慧給我們 是啊 是啊 他告訴你空間、時間、事件 很多 我們都看不少 是 他都在說 怎樣 他都很想把這些訊息給我們 是 這件事 是啊 有一個原因或者有個說法 是關於這件事 不過我先說說不同的個案 另一個個案就是 有一個叫做出體的探索者 他去到一個空間 他感覺自己飄浮 而突然間有兩個發光的原盤的物體 來接近他 類似 其中一個是盛載了他 即是托著他在上面 是 就不是說 叫做 入了他進去 是托著他在上面 而另一個原盤就是 在他周圍旋轉飛 他就報告說 他感覺到很舒適 而感覺到是 那些叫做 叫做 個體 他們這樣形容 那個個體 是在治療著他 噢 他感覺到那個個體 是 感覺到他 肉體上有一些 有些 毛病 他在治療著他 令他非常之舒服 類似 另一個人 就是 感覺到自己在一些 叫做 即突然間感覺到自己 在一些管道裡面 快速運行 是的 很多不同的 他感覺到 四周有很多不同的管道 而他在其中一條管道 快速運行 換來 綜合了很多這些報告 他就給出一個結論 就是 他認為 這些其他層面的經歷 其實是 其實是 是某一種科學 某一種科技 是另一個層面的 叫做 意識體的科技 雖然那些東西 未必是實質的東西 但其實 是 某一種 是某一種形式的科技 其實這個 跟蔡司說的資料 是 很有關連 很溫合 因為蔡司也曾說過 其他層面的科技 將不會是所謂物質的科技 而是精神層面的科技 類似這些 叫做 虛 虛構 或者叫做 虛擬的結構 或者叫做 設施 或者器材 其實在他們的層面 這些是比較固定的 雖然可以隨時 令他出現 又隨時令他消失 但他們是 可以固定地 令他回覆回來 而且 又對你的所謂 意識體 是有實質的作用 這些類似資料 是否很有趣 這些類似資料 簡直是一個意識的革命 是否 如果意識可以這樣被用法 是呀 或者你的創 在另一個層面的創造力 可以這樣用法 如果有人願意研究 這個的話 蔡司說過很多次 他說 如果 我們這個空間的人 專注於發展精神的修煉 而不是專注於發展實質的科技的話 我們的 所謂 運輸 或者交通的方式 或者移動的方式 將會是 有一個很超前的進步 不是呀 所有科技的東西 已經是現在的東西 很多很多很多倍 是呀 即是你發明飛機 你也是想運輸方便些 但是蔡司就說 蔡司就說 如果你的精神修煉 是高度發展的話 你的運輸的方式 已經不限於這樣 就是呀 下一秒已經到 已經是可能擺在另一個空間 在第二個區域又馬上拿出來 類似這樣 那些 漢不倒的情書 那個油桶擺在另一個空間 是呀 奇諾李維斯 是呀 阿尼斯嗎 奇諾李維斯 不是 韓國片先 我知道 荷里活拍了一個 漢不倒的戀人 好 休息一會 再繼續 好 我們再回來了 回到我們下一節 門楼這個題目的 是呀 講了他某一些 叫做卡人的個案 是呀 現在我們就講一下他自己 本身是故事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有一天你會去 實驗室嗎 我就是想去 我記得你提過說 你有一生年期中要做的話 就去門楼實驗室 是呀 但是呢 他的課程是分三部分的 即是 哇你都拿了資料 當然啦 初班又中班又進階班 他講得很出神入化 但是用英文嗎 當然是用英文 他那個 你請我去吧我做你翻譯 到時很靠自己 你帶著他的耳筒去導引 OK 他的進階班 他說呢 那個目的就是 你已經有一定的出體的基礎了 你的目的就是去做 這個叫做 叫做 街人 是呀 有些甚麼叫做 大災難的時候呢 你的職責就是去做義工 將那些亡靈帶去 他們應該去的地方 他們有個叫做轉世中心 或者叫做焦點28 或者叫做花園的地方 就是去接待這些死了的人 然後告訴他 做靈界義工 類似做一個叫救亡的義工 他有這個例子 他有很多這樣的例子 很有趣的事情 這些是看出了很久的人 才懂得去做這個工作 是啊 因為起碼你要知道裏面有這樣的架構 人們會遇到什麼問題 然後才會去發動 這樣的靈界工作 很有趣的例子 他說過很多亡靈 譬如某一些大爆炸 或者車禍的意外 那些義工去到 出體之後去到 就會見到他們 被車摘住了不能動 那個人明明死了 但是那個靈體 或者幻影 被車摘住不能動 那個義工就會走過去說 你已經動得了 你起床就可以了 你不是被車摘住了 其實現在 即是說你死了 我可以帶你走的了 你走不走 類似這樣 以這樣的方式來幫助個人 因為如果不去這樣幫助他 不去這樣幫助他 可能他幾年都會躺在那個位置 你想像不想像到 之前不是說過 即是說那些地震 可能在下面運很久 是啊 即是說可能 為何說那些地方會這麼慢 死個人會這麼慢 原因是他不知道自己可以走 即是他覺得自己 我還被樓摘住 我還被樓摘住 我不能動 死了都做一個困擔 如果真的有那班義工來幫助你的話 他就會告訴你 你已經可以走得了 你不是被那些東西摘住的 我帶你走 你不用一直留在這裏 類似這樣 說我如果做善事 這真是公德無量 幫助那麼多人去脫離 脫離副海 是啊 這一部分我們講一下門落的故事 是啊 是啊 你意思是門落的心平 其實他遇過一些很奇特的事 是 因為某一個階段 他已經很純熟了 對於出體 也都認識到很多所謂高靈的朋友 是 他固定在另一個 就是出體的世界之後 他固定在另一個空間 有一堆叫做朋友 有一堆朋友 會經常教他東西 包括出體的技巧 或者世界的構成之類 他在那邊都幾活躍 很多信息 是 甚至乎他報告過一次 就是 他試過出體 去到一個叫做夢者班 他去到一個叫做上堂的地方 他發覺他很似曾相識 他好像以前來過那樣 而真是有一堆人在上堂 他走進去跟那個 在教堂的教師說話 聊天 他說 那個教師說 你又回來了 然後 他感覺到你好似不同 他門來就馬上知道 是呀是呀是呀 我是醒了那些來的 即是我是醒了那些人 因為他教開是 應該是在睡覺發夢那些 那他就說回 是呀是呀 這裏是屬於 發夢那些人上堂的地方 而你已經是 超越了這個範疇 你不用再回來上堂 我其實好像有這樣的印象 即是發夢之中 其實你在上堂 我不完全知道是不是這樣 但我知道很多時候 如果我帶著一些狀況去睡覺 如果我願意去輸入 就是我用這個夢去處理了這個問題 是 我醒了之後 突然之間有一些想法 但突然之間 那件事沒有那麼嚴重了 又或者譬如 我不開心這樣 我睡覺就處理了這件事 拿到訊息 我起床就說 其實沒什麼不開心 是 那你好像 有一部份的事情 解決了在夢中 處理了很多事情 是呀 那 某一次 有一班叫做 旅行團 他描述是一個叫做旅行團 是 什麼旅行團 原來是另外一些層面的居民 他們未試過做人 他們未試過做人類 是 是 另一個層面的居民 會組團來地球 這個叫做現實世界 他們來探訪一番 我以為你說旅行團 是那些游地獄那班 不是 反而是另外一些 靈界的居民 或者另一個層面的居民 是一個意識 來到地球做一個叫做觀光 你是一個次元的朋友 是 看看實質的世界是怎樣 類似的 這個旅行 某一個旅行團 就出了意外 因為其中一個人 其中一個叫做意識太 他不是人 其中一個意識太 被地球的叫做環境吸引了 他就立即中了下來 另一個 他們兩個意識 一起來到旅行 另一個朋友 就很焦急 怎麼辦呢 被人吸了下去 他就求助 向一些高靈求助 向這個區域的高靈求助 那班高靈就把這個意識太 交給門羅 就叫門羅帶他去看看 人間 即現實世界 人類的世界是怎樣 從而了解他的朋友 為何一一聲 就投入了這個世界 為何這麼愛好這個世界 因為他完全不明白 為何他的朋友 會這樣 即不願走 類似這樣 那門羅就帶 即以出體的狀態 帶他去經歷很多不同的事情 其中他很有趣就是 其實一個叫做外界的人 來到看人類的世界 會覺得很奇特很奇怪 很荒謬 甚麼叫賺錢呢 你怎樣向一個外界的人 解釋甚麼叫賺錢 他甚至乎覺得 為何那些人要不斷去找食物 然後門羅就跟他說 因為我們有個身體 為何你要有個身體 你現在 因為他以一個非物質的形態 和他會面 沒有身體 你沒有身體不行嗎 還個人 無緣無故弄得自己這麼辛苦 為何那些人要站在地面走 類似很多離奇的問題 於是門羅就帶他去看 一些世間基本上的情況是怎樣 錢原來代表一個人可以拿到多少資源 原來食物就是維持一個肉體的存在 存在 這個是你求生人世的其中一種義務 和其中一種目的 為何他 但那個意識都叫做很醒目 他看得出親熱是舒服的東西 原來這個是其中一種目的 然後門羅就跟他解釋 這個不是目的 這個是過程 目的 是傳宗接代才是目的 為何要傳宗接代 因為除了一個種族 除了要維持自身的存在之後 還要維持他種族的存在 這些細碎的東西 逐樣逐樣去解釋 對其他生物體我們真的很荒謬 是 但亦都令到門羅反思了很多 自身身為人類的很多問題 他把很多人類問題解釋為本能的歪曲 或者叫做基本要求的歪曲 人類本身的最基本要求就是 吃得飽就是用來維持自身的存在 適量的交配就是維持種族的存在 如果這些東西歪曲了 我自己吃飽還不夠要賺多些 或者我穿得暖也不夠 我要穿漂亮的 我不只是它基本功能是暖 是保持你的體溫不會凍死 但不是現在現代人不是的 要漂亮的 要名貴 要別人看到覺得你是厲害的 這些是歪曲來的 住居住的環境也是 還有為何要別人欣賞你讚你 是啊 問題就是如果你要嘗試 去把這些東西解釋給一個局外人知道 外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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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覺得原來我們很荒謬 原來我們的世界架構 是這麼荒謬的 原來很多東西真的是不必要 我怎樣向他解釋這些不必要的東西呢 所謂娛樂是什麼呢 為何會扔幾億來製作一段片段 這麼多時間 然後讓人看完很開心 這件事我怎樣解釋呢 浪費了很多可以給一些肚餓的人吃的東西 原本這些資源可以給其他有需要的人 但用來拍了一段片 就給一些人給錢看 這個叫商業的過程就可以賺到錢 但中間都浪費了很多資源 我怎樣解釋給一個外星人知道 為何去看一個不同的戲 其實你什麼時候自己都在一起 類似的很多很仔細的東西 原來又帶他去看一些宗教上的觀念 例如說 原來帶了這個叫做意識體 書裡面給了一個名字叫做B 他就帶他去一個所謂天堂的地方 當然門羅的主張就是這個天堂不是真的 是人類的集體意識創造了一個這樣的空間 就是符合他們的宗教的想法 門羅就帶他來看這個就是所謂歪曲的觀念 他們會見到很多人在那個所謂天堂在那裡等 在那裡等 因為有個所謂叫做神職人員就經常在那裡講道 打官 是的講道 然後吸引那些人去聽 然後他訪問其中一個地方的居民 那個人就說 我都不知的我們不斷在那裡等 但每一段時間就有些人會離開 然後我們以後都見不到他 門羅就跟他說 其實那些人是已經醒不到 他們這個境界是一個幻象 所以他們會離開 類似這樣 是不是我現在要向你解釋都很難 你要想像 怎樣向一個外星人去解釋 外星人 即是他對地球的文化 人類的文化遊戲規則完全不了解 他向他解釋這些東西 是的 他做了很多類似的工作 當然從中他明白到自己身為人類的矛盾 但是在這個故事裏面發生了一件事 令門羅是大受打擊的 因為那個所謂星際旅客 將他自己來地球之前的一份資料給門羅看 原來他們有一份類似旅行指南的東西 當然在靈魂出體的世界所謂溝通 是以另一種方式去存在 是的 我們有一種東西 不知道你會不會有類似的東西 我們有一種東西叫思想能量球 思想能量球 思想能量球 你想像到是甚麼 想都可以看 是的 其實在出體的世界 我要傳遞一個資料給對方 很多時候會把它包含在一個能量球 當中就包括了所有叫做 視聽足眉臭的資料 當我給了你 你去看思想能量球的時候 進入了那個狀態 親力其境去感知到我所提供給你的感知 完全百分百一模一樣 你可以感覺到我的感覺 類似上一集說過 阿珍去感受另一個人的分娩狀態 那個流產狀態 類似這樣 那換來就拿了他的思想能量球 他感受到甚麼呢 就是那份旅行指南 那份旅遊指南 原來有人說給這些叫做星際的旅客 知道地球是一個甚麼地方 地球就是一個叫做採摘的地方 所謂的果原 整個故事就是這樣的 有一堆叫做外星人 或者外星的意識體 創造了一個叫做地球的地方 原因就是為了收集一種叫露絲的物質 露絲的物質 因為這件事是一種叫做有益 或者叫做美味的味道 的能量 是供他們使用的 那第一代的物質就是類似植物的東西 但他發覺那個純度不是很高 不是很舊 也都品質不是很好 於是他們創造了第二代的東西 而那些就是生物 就是可以活動的物體 他們發覺那個露絲的品質都不是那麼好 但產量多了 而當有甚麼情況那個品質會好些 就是見到那些生物在那裏自相殘殺的時候 蛤? 是 或者生物死亡的時候 那個露絲的品質就會高一些 所以有時候他們會故意發動一些叫做天災 令到生物死亡 大量死亡 最後他們就製造了第三代的露絲的生產者 就是人類 他們發覺到甚麼呢 他們發覺到當某些人類因為某些情況 悲傷 又或者高興 又或者身離死別 又或者在一起的時候 那些露絲的品質就最高了 阿門羅呢 就是看完這份東西之後就大受打擊 就是原來我們人類的存在只是外星人的食物 就是為了製造外星人的食物 它簡直是 就是去到一個狀態是完全 癲狀 是呀 類似Matrix 奇諾利文斯突然知道原來這個世界是假的 他立刻趴在那裏嘔 暈倒了 類似 他放棄了很長一段時間去出體 他覺得這件事已經 對他來說毫無意義 直到後來 他再次出體了 因為他感覺到信號 他感覺到高齡給他 他的高齡朋友給他的信號 嗯 之後他又再次出體了 他帶著一種叫做憤怒 或者不高興的 去質問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 是不是身上就是這樣 那些高齡的朋友怎樣解釋呢 他真是給了一個很滿意的答案 他跟他說 他跟門羅說 其實這些能量在創造你們的時候 我們都用著 噢 同時 這個只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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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點與角度的問題 你知不知我們怎樣創造你的 我都是用著其他地方的 材料 提供的材料 提供的能量 來創造你們 而你們也都提供能量去創造其他世界 不是說食物 還是吃和給人吃的關係 而是 你去接收別人的能量 你也都提供能量給別人 那有什麼問題呢 最後門羅 可以生物鏈嗎 是的 其實比起生物鏈更加高尚 更加高尚 那個關係就是一個互相合作的關係 那個關係就是互相合作的關係 阿門羅在這裏突然間體會到 原來所謂的Rose的能量就是愛 最高品質的Rose的那個老師的能量就是愛 原來你一個角度可以看地球是一個採摘場 或者叫做種植場 但另一個角度來講地球是一個學校 就是給你們一些叫做意識來到這個地方去學習 怎樣去製造最高品質的能量 怎樣去愛 怎樣去愛人和被愛 從而製造 就是你可以變成一個叫做提供能量 就是你變成一個創造宇宙的一份子 提供能量就是為了創造不同的世界 原來你就是創造宇宙的一份子 是的 看到這個階段門羅就突然間 開懷 是的明白了很多東西 原來我看一個小部份我就是被剝削那個 原來我都是用別人給我的資源 而我又去提供資源給別人 其實這個不是一個剝削和被剝削這樣的關係 而是一個叫做合作去創造一件更好的東西 是精神界或者意識界的生態平衡 類似 而最令它覺得釋懷的一件事就是 原來這個地球的這間所謂學校或者農場 我是身為一個不是身為人類 我是身為一個意識體的話 我可以選擇離這裏 或者離開這裏去別處 這樣就不關乎一個 即是怎樣說 不關乎一個我被剝削 原來我是自己選擇來做 類似這樣的情況 它可以把很多措施的概念入面 是啊 因為靈魂是來體驗愛的 我們剛才才叫做見識到一個個案 就是一群叫做旅行團 其中一個意識就是自願地下來地球 去成為人類去體驗 是不是 他又去嘗試這個果 是啊去嘗試這個 好了 到這一點 因為我經常教愛這個課題的時候 他基本上是所有我們做的事的源頭 例如我經常都說 你做甚麼要上班 嗯 因為上班要養家 要給錢媽媽 為甚麼 我不是給錢媽媽 上班我就會買好衣服給自己 再找下去為甚麼 其實一邊找下去 你做所有的事 都是為了最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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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底的那個線就是為了愛 愛是所有活動的最基本的原料 是 原料的感覺 是 如果沒有愛我們 很多東西都沒有甚麼意義 你扮靚一點就是想有人喜歡 要是愛自己 要是愛你想愛的人 是 兩樣都會發動很多 你會做很多事 基於你 你這樣說 我會想起這一點 是 但是呢 由他們 由門羅去觀察 那位失落地球 而走不到出來的朋友 他也觀察到地球的學習系統 其實存在了一些問題 其實是所謂有一些叫做 意識體或任何一個靈魂來到地球之後 他就很難離開 他就很難離開 他會不停轉世 其實所謂轉世是令他可以畢業而離開 但是他發覺那些人是越轉世越難離開 越轉世越難離開 因為在每一次轉世的過程裡面 每一次轉世的人類生涯裡 他都留下了一些未完成的心願 又或者留下了一些感情的瓜葛 他一離開了這個過程 他就會想我要回去解決他 於是又再做下一次轉世 我不會說 我不會說 屬罪或者常還或者罪與佛 這個概念 但是很多人投入去人類世界 就始終會有這件事 直至到你飽為止 直至到你看通了 原來這件事和罪與佛無關 原來這件事和補償無關 原來這件事和常還無關 於是他就可以離開了 問題就是門羅發現到 原來你隨時可以離開 但是你選擇不離開 原因就是你被你很多不同的世代去影響了 你被你的前世影響了 你被你的下世影響了 但是你有沒有一天可以突然很瀟灑 我說走就走 其實沒有人阻礙你 我想起那些演員 我們經常都說人生是一個劇本 做完一套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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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很多套戲之後 什麼角色都做過的時候 有點像形容賽斯 我們靈魂再回來的原因 就是去體驗 你明天都夠了 什麼都做過了 你再做到每個角色都是感上天花 那你就不想再演戲 那你就收山了 那你就不再回來 最後門羅體驗到一件事 就是她的高靈朋友 帶了她去一個未來世界 就是所謂公元三千年 門羅在那一次出體 就發覺自己突然間又有肉體 然後她就見到未來世界的人 那兩個是她的朋友 其中一個就是阿B 其中一個就是阿B 另一個她暗示是她這輩子的老婆 他們就跟她說 現在跟以前已經不同了 現在的人 每一個人來到這個地球 他們只是做一輩子 做一輩子 她可以體驗所有東西 然後可以馬上離開 不會再生生世世要逼你 就是屈你留在這很久很久都做不到 那時候太無效率了 現在每一個人都識出體 她可以體驗不同生物的生活 甚至乎可以體驗不同生物的生活 亦都可以體驗不同的生命的過程 只是做一輩子 這個是門羅的故事最後給我們一個美好的憧憬 即是說意識的覺知會去到一個大家都知道的程度 類似 這個就是意識擴展的最好的最盡的狀態 最終極的狀態 我們看不到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轉得很細 這一集我們講完門 我們下一次回來再講其他題目 多謝大家 拜拜